《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新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歡迎大家收看《時事一丁》 我是民主動力的蔡耀昌 今日和大家討論一下《時事》 我相信有個很值得 我們現在真的要關注的就是 《基本法》23條立法又來了 當然什麼時候重新推出現在未知 不過最近有風起雲湧 因為有位疑似好像有興趣 是選特首的梵太最近又說了 他可能都 似乎他就說自己還沒想到是否選特首 但已經開始去說下屆特首應該要做什麼 就說這個《23條立法》就走不了了 因為特區成立了都 都快要搞了十幾年了 還不搞那怎麼辦呢 怎麼不履行那個所謂憲制的責任 但講到《23條立法》就香港市民都不陌生了 因為我們在2003年都是經過一個很重大的一個戰役 當然這個當年也是有一件事大家可能都記得猶身 就是沙士的慘烈的一役 《23條立法》在當年也是香港市民很清楚很清楚 透過尤其是《七一大遊行》 展示出來我們強烈反對這個壓在我們頭上的國家安全的立法 亦都因爲了2003的《七一》之後不單當年最終政府 因爲各樣因素 因爲那麼多市民上街 都嚇到嚇到本身的保皇所謂建制陣營自己亂了一陣腳 最終都不夠票 迫著特區政府都要把法案收回 例如當時負責的保安局組織藝奈索儀都要辭職 雖然他說是私人理由 經過了2003年到現在都接近八年的時間 重提《23條立法》也不是最近 其實在過去幾年 我都留意到起碼都有幾次 包括可能在2005年 2006年左右有提過 接著又說2007之後 曾蔭權再選了特首 又說要做 最近在去年年中也有封 說一定要在曾蔭權落任之前要搞定他 無謂給下一屆特首 因為下一屆特首假設當時說你2012年選出來 還要去再選2017年那屆 而到時候可能是普選了 等等因素就不要給下一屆背了 不如在曾蔭權最後 反正也是吃掉 好像澳門何阿華一樣 臨走以前 搞定了澳門的《新人立法》 這些風就傳來傳去 其實在去年這樣之後 一有這些風 其實香港市民包括輿論也即時有個很強烈的反應 亦都說你若真是在新人立法 根本就是肯定好話不好聽 就是衰緊的 至少你香港一定是想維持一個比較平穩的局面 也很難 香港的市民一定不肯過你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在去年10月的曾蔭權施政報告 就簡直是無端端去說他任內 去到2012年6月他下班 這個任內都不會23條立法 除非他有反後 要不然你真的要是 也要下一屆 我覺得最近是否有何特別的原因要去說 不知道 雖然你說現在的政治局面 就算在中國大陸都非常緊張 令到最近 包括捉咬咪咪其他人 很多這些東西都看到 其實中國內地的政治條件都在收緊 但他是不是真的說 想搞香港也有理沒理搞的新人立法 我不知道但又未必 反而比較多的分析 我都覺得似乎是 是有人想借這個重提 收緊立法 是希望可以吸到一些保守力量的支持 趁機可能是搏猛 希望會不會是 在接下來這個特首的選舉所謂的位置卡位戰 可以有機會都出線 如果是這樣 某個程度上 都幾悲哀 這裏都是顯示到我們現在 不是透過任一票選舉特首的情況之下 透過小圈子 他不是向香港人去負責 其實是向一些保守力量 或者向阿爺去負責 所以說這些東西 完全是違背我們香港人 大多數人的意願 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其實做甚麼呢 正正在這個時間 我們更加應該要多些去說 去罵臭 提倡 三條立法的人 因為這些東西很明顯是居心險惡 就是要將香港引向內地那一套 所以如果是這樣 正如我們當年都說 二三條立了立法 一國兩制絕對是名存實亡 所以希望我們接下來的指示大家都繼續密切留意 有任何風吹草動 我們要繼續出來 捍衛我們自己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 今集就講到這裏 有機會我們要再例 繼續叮他一叮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 blog 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 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聯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設定者之間的 空手提電子書 製作人員 順便 直接製作人員 請在製作人員 製作人員 製作人員